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种花生 小老鼠尖尖吃力地挖水井 没想到啊 干旱的土里却打出了魔井 不光喷出了水 还喷出了很多的花生 尖尖数了数花生 流出种子 流出吃的 还能送一些给邻居 邻居们收下花生 不敢相信这是尖尖种出来的 嘀嘀咕咕地说 那一定是老鼠尖尖从别人那儿偷来的 尖尖吃花生的时候 邻居们又焦头皆饿了 瞧瞧瞧瞧 老鼠尖尖在吃偷来的花生 尖尖没办法让邻居们相信自己 只好背起花生 离开了自己的家 这时候啊 尖尖看见天边有朵花生米样的云 尖尖想 也许在那儿才能安安静静地吃花生 种花生 于是 他向那朵云走去 天很热 装花生的口袋有点重 路上的小山丘对尖尖来说太高了 他走得又渴又晕 大象胖胖的家就在这儿 他每天都上小山丘跳操 今天啊 他在做弯腰动作的时候 哎 哎呀 这可怜的孩子他该生病了吧 胖胖用软软的鼻子把尖尖和花生口袋捧回自己的家 尖尖就这样 迷迷糊糊觉得自己正躺在花生米样的云上 温暖又柔软 突然胖胖想起来 哎 这不正是小老鼠吗 有人说小老鼠会钻像鼻子 尖尖也惊醒了 啊 我躺在大象鼻子上 这鼻子会把我甩出很远很远的 他们吓得同时跳了起来 把花生撒了一地 尖尖心疼这些花生 胖胖也心疼这些花生 他们一起把花生一粒粒地捡回袋子里 胖胖还会掀起床垫 让尖尖爬进去捡滚到床下的花生 当他们一起捡花生的时候啊 就都不那么害怕了 他们终于放心了 小老鼠是不会钻大象鼻子 那不卫生 大象也不会冲小老鼠乱甩鼻子的 那不礼貌 胖胖不好意思地说 我肚子大都快把你的花生给吃完了 尖尖说 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再种啊 于是胖胖挖地尖尖播种 他们一起快快乐乐地种花生 晚上尖尖听胖胖讲 怎么做花生糖花生糕 那声音都是暖暖的 软软的 尖尖幸福地响 我终于找到了那朵云呢 啊 这是一个很暖的故事 你们喜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